台灣男生 出去要AA 怎麼會來大陸工作啊? 因為台灣沒有發展 而且台灣女生在大陸家吃香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很多小粉紅跟舔共的台灣人都在噴我們啊 誇中國多棒啊台灣多爛啊 這位小粉紅他發文表示 台灣世人喝得起星巴克嗎? 我真的會笑死 首先啦 中國的面積是台灣的267倍 那台灣目前有560家星巴克 但是中國呢 有6500多家 數量是台灣的11倍之多 那按照地理面積來對比的話 裡面應該要有149520家星巴克 以上才贏台灣哦 我們可以看一下中國星巴克的價位 其實相對起台灣來說 價格真的沒有差很多耶 那例如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台灣的焦糖馬其朵 大杯、中杯、小杯分別是140、155到170元 那中國的價位呢是31、34、37 那換算成台幣就是136、149到162之間 我們可以看到啊 台灣星巴克開出的最低薪水啊 時薪是183元到226元之間不等 應該是根據不同地區 或是不同的時段給出不同的價位 那也就是說 你在台灣星巴克打工一個小時 不管你是領183的或是226元的 你都買得起一杯焦糖馬其朵 那還有早錢哦 那時候我們看一下中國的星巴克薪水 我去了你們的百度看哦 因為百度最不會騙人嘛 那百度上面說啊 中國星巴克的時薪落在17.5到22塊人民幣之間 然後你們最高的 你們連小杯的焦糖馬其朵都買不起耶 百度上面寫的 平均星巴克員工的薪水落在4000到5000人民幣之間 22000台幣都不到 我們台灣現在最低的話28000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也顯示中國的星巴克拿鐵的部分 甚至比好多國家賣的還來得貴 再對比上他們的薪水 就輸我們 你看啊這個新加坡的拿鐵啊 法國的拿鐵啊 香港的 像是德國啦 還有瑞士的有沒有 日本的拿鐵價格 都比中國的高 甚至也比我們台灣的高 但問題是上述的這些什麼 法國啊瑞士啊德國啊 他們的薪水是比你中國北京高的 沒錯吧 而且是高蠻多的 但中國 你只有物價跟得上歐洲啊 那還有很多的舔共台灣人 到處拍片說台灣的 這個平價購買力很低 非常荒唐耶 他說你看 中國的購買力好強喔 你要確定耶 對比中國的購買力 世界聯合國的單位指出 中國的購買力就70幾名耶 台灣是15名耶 在中國式的特色邏輯就是 你考第70名的成績 比第15名的還要高 因為70比15大 所以70啊 又贏了 我們可以看到春節期間啊 有些中國人跑去山崖旅遊對吧 結果假期結束 買張機票回去的時候發現 不管我是要回新疆 回北京回上海了 一張機票都將近一萬七到兩萬人民幣之間啊 那一家五口 剛好快十萬人民幣 這個價錢在搞笑嗎 這個價錢都可以全家去歐美玩來回了耶 當然是做經濟艙 果然是我泱泱大祖國啊 我們大一統沒有關稅 沒有一些稅務的問題 結果呢 我從山亞飛回去北京 飛得比法國貴 果然是人人消費力強的大國耶 我們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支影片 欸 佩妮問妳喔 妳是台灣人 妳下頭行為是什麼 台灣男生出去要AA 妳為什麼會來大陸工作啊 因為台灣沒有發展 發事了 台灣太早了 台灣男生小 不是 經濟發展太早 而且台灣女生在大陸比較欣賞 那妳覺得台灣男生跟大陸男生 哪裡男生的勝利比較好 其實嗎 嗯 哪裡 後面那一段我就不予置評啦 我們就討論前面的那個部分 因為那畢竟後面那個是比較主觀的東西 那我只能說 中國這麼繁榮 妳應該要做的是什麼 去投資去買A股 當然啦 妳也可以去星巴克當店員 然後打工一個小時 買不起自己家的一杯膠糖馬吉托 還有 什麼叫做出去要AA 讓人家很不爽 讓人家很反感 可能會不會 台灣男生跟你出去的 都看不上妳 就要跟你AA 跟你非親非故的 妳為什麼要帶人家便宜 妳是仙女嗎 還是妳是她救命恩人 男生出來跟你約會的時間 不是時間嗎 你這麼有能力 為什麼不是你請他 不是男女平等嗎 所以為什麼他說在 所謂的中國他比較吃香 男生有錢也不一定要請你吧 不請你就叫做窮嗎 就叫做不爽了嗎 那郭台銘怎麼不天天請我吃飯 難道郭台銘很窮嗎 郭台銘都是催的啦 哪有什麼錢啊 你看我叫他給我個幾千塊幾萬塊 他都不給我耶 他不是賺好幾個億好幾個兆的人嗎 不給我耶 連十萬都不給我 郭台銘好窮啊 大概就是你們的邏輯 所以這種價值觀你去中國 確實你會非常的吃香 因為中國現在羅漢角的數量 比台灣的羅漢角還多得非常多 所以啊 如果你要的是特權 而不是平權 那你去中國就對 在歐美 大部分人也都 因為我看過好多嘛 對吧 歐美人都很窮嗎 搞笑喔 一個有能力的人 不論性別啦 根本不會把焦點跟重點放在 要不要啊 或是心裡在記 為什麼你跟我A 我不會浪費時間去研究這種東西耶 台灣經濟發展規模 對 確實是小啊 因為我們人口就兩千三百五十萬 啊不然呢 你是說廢話嗎 啊不然你讓上海獨立啊 然後上海獨立之後 所有這個中國其他省份的人 要去上海 要去簽證 要去打工 你看這個上海 他還會是上海嗎 他還會是集14億人力量發展的上海嗎 北上廣還會是北上廣嗎 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廢話 中國經濟規模龐大 對啊 這也是事實啊 因為你們人口多嘛 但是結果呢 A股你敢買嗎 你敢在中國繼續買房嗎 那浪偉樓現在技術是不是很多 難道你都視而不見嗎 你真的看不見嗎 你經濟規模大 只是你技術多人口多 不代表中國人平均起來 會比經濟規模小的北歐五國 日韓 台灣人有錢 記得身體力行 去買A股給我們看 反正中共現在啊 已經命令國家隊 下場去救世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A股從兩千七 又回來三千點大關了 在三千搖擺不定 所以你一定要去買哦 你要記得啊 中國現在這個國家隊下去 只有跟十幾年前的 下去救的這個情勢已經不太一樣了 非常看好暖心的祖國 對嗎 而且剛過完年啊 馬上就傳出了暖心的事情 拍攝過中國戰狼 長津湖 流浪地球 我和我的祖國 等一系列愛黨愛國 電影的無精啊 在中國傳出得了HIV 也就是人類免疫缺陷的病毒 這跟AIDS有點不同啊 HIV如果到了第三階段 就有可能變成AIDS 那早在一月底的時候啊 中國財經早餐品牌官啊 張承動他就指出啊 最近啊 好多好多的明星啊 紮堆紮堆的去醫院檢查 這個HIV啊 而在二月十三號 又有很多網友爆料 中國飲食基地 恆店也出現了一個得病的男生啊 目前已經被轉院到北京接受治療 而非常非常多的中國網友都指出 這個人呢 可能就是吳京啊 在配合一月的時候 那個財經早報的人說的 那目前無法得到證實 那現在就有一堆小粉紅在甩鍋啊 這就是台灣人1450到中國的網路平台上造謠帶方向 搞笑 我跟你說 如果我們有這個能力去反滲透你們啊 我們應該會說中共的一些官員對吧 我們應該會把你們山東 局限發生的事情給弄出來 我們去弄你無精幹嘛呢 去弄你娛樂圈的破事幹嘛呢 而且打無精的效果 對台灣反滲透 你覺得有什麼用處嗎 浪費網軍預算嘛 真的啊 有好事大家都是中國人 出事了大家就會甩鍋 哎是台灣人是日本人啊 這個時候台灣就獨立了 對嗎 我們假設這個謠言是真的 那也是很搞笑啦 一個愛黨愛國雖然必誅 說中國護照很牛的 竟然被拿出來記起 要知道有能力在中國網路上 搞出這麼大的輿論言論的小粉紅眼 知道是後面有一個黨在操作 只是他們把這個黨說成是民進黨 哇民進黨可以管掉中國的網路 OK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黨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嘛 中國共產黨黨支部在這個微博上 在百度上都有隱形的手在操作 那我就覺得最近中國可能 有什麼新聞快壓不住了 所以先來養吳京這件事情 假如中國的惡性事情啊 黨壓下來了 那吳京那邊就不管了 就放著讓他爛尾 那我也不會刻意去宣傳他 那如果中國的惡性事件爆開了 那中國網路輿論 就會開始動起來 黨支部下場把吳京這個事情 炒作上微博熱搜 他們先養嘛 對吧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在中國姓吳的都會被拿出來記起 大家應該知道我在說誰 像是山東舉仙滅門二十幾口人的事情 大概率我認為被成功壓制 所以我真的覺得蠻悲哀的 中國有多少人啊 知道春節期間是裝慘案嗎 為什麼被壓 原因肯定是兩個嘛 第一個就是跟中共體制有關係 可能報復的人 很多是中共體制的村幹部 或是一些客警什麼公安之類的 那第二個 中國自從去年解封開始 真的就三天一個小S 五天一個大S 遍地的張先中在世 我們頻道也不時會拿張先中的例子出來講 那張先中是誰啊 我相信可能很多的網友不知道 那簡單介紹一下 張先中是明末起義者之一啊 曾經擔任過補塊 底層的軍使 家境清函 所以他從軍 那從軍之後啊 又再做一些違法 兼職強盜 那他被舉報之後被判了S 那經過他人之手協調之後 大難不時逃過一劫 那沒過多久他就起義了 他是屬於高影響那個派系的 跟李自成不是同一個派系的啊 那不管是不是同一個派系 反正他們就是跟李自成一樣 是明末的起義者之一啦 要知道明末這些起義的就是 被壓迫 當時這個 東陵黨征後續帶來的這種 剝削啊 這種侵戰啊 這種非常的資本主義的對立 到一個非常誇張的境界啊 導致的嘛 當然還有很多啊 我只是簡單贅述 那1644年啊 李自成攻破北京 而在另外一邊啊 張先中佔領了川署 建立了大西國 那據傳啊 張先中是S50%到90%的四川人口啊 當然就是史書上 或者是S上各自的說法 不管是50%到90%之間啊 我認為90%可能有點誇張了 那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我們從清代的一些 編寫的史書可以寫 在這個明末的時候 本來要二十幾萬戶啊 結果到了清朝接管之後啊 只剩一兩萬戶 所以張先中他確實是有殘暴的個性 有一些說法是張先中 看不慣當時四川人民過的交涉 因為戰火地區基本上是在北部嘛 所以啊 我要把這些過了很交涉的四川人都S光光 那另外一種說法是 張先中小時候 遭受到四川人的羞辱 所以啊喊出了 沙沙沙沙沙沙沙 七個沙字 那有朝於日子自己有權力了 掌權了 當上人上人了 我要去S你們 有點像希特勒那樣的情節 那另外一種說法是 張先中確實也有S很多四川人 但有一半可能是清軍入川之後 把這些S的人嫁禍給張先中 其實不管如何啊 我們只要記住 中國是一個牧牆的社會 自古來都是 所以你在中國看得到張先中廟宇的神像 在北京看得到毛聖上的紀念館 在台灣看得到中正紀念塔 還有慈虎 注意為什麼我也要把台灣歸類在中國這邊 因為這是國民黨過來蓋的嘛 一家人嘛 他們是一家人 所以你看到國民黨現在為什麼去舔共 中共對比來說 中共比他強大很多嘛 所以他去羨慕他 去牧牆 去舔共 是不是有一脈相承的套路呢?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小姐姐,拜拜!